虽然泥沙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已经解除了 不过在星期一一整天还是受台风外围环流及东北气风增强影响 花东地区还是有局部雨势 星期二、星期三降雨会趋缓 星期四东北气风减弱,温度会稍微回升 民众出门还是要期待雨具 周末两天受泥沙台风影响 台湾北部东部多地都出现好雨大雨 中央气象局在16日晚上解除了海上台风警报 不过受台风外围环流与东北气风增强的影响 花东水气相较趋缓,但仍有局部雨势 民众出门记得期待雨具 东方部这一周几乎都吹得比较偏东北风 然后就是说迎风面上可能还是有一些地方 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 所以整周天气看起来是只有19号天气会比较好 不过19号的时候温度会比较低 从今天17号温度就开始慢慢往下降 然后到18、19温度会降到会比较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18号、19号的时候 高温大概就是21、22、23的时候 然后低温大概在21、22度的地方 所以在17、18、19的时候温度会越来越低 所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19号大概温度低 但是天气还不错 所以温度跟天气配合的还蛮舒适的感觉 就是早出完归零可能就是需要去添加适当的衣服 注意一下 然后从20号开始高压出海 然后高压还没有再进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温度就往上升 但是整个还是受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天气不是很好 就是阴或是局部雨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周的天气 大概还是一个维持比较阴短暂雨的一个情形 周二周三开始降雨趋缓 周四起到周日 因东北季风减弱 全台气温逐渐回升 花莲仍有凌清短暂雨 提醒民众沿海风浪大 避免海上活动 连日降雨山区土石容易崩落 暂时避免前往山区活动 记者长邦彦华联系报导